二月下旬多伦多 听清楚时间啊 是二月下旬多伦多 很多 现在很多商店都开始卖囚禁 囚根植物 但是 中国的朋友 有经验的朋友知道 像这种羊水仙啊 像玉金香啊 都应该是秋天种的 也就是说 很可能是去年秋天没有卖完的 现在还继续卖 降价了啊 降了很多钱 原价七块八毛八 现在四块四毛八 还有更便宜的 它上的写了 这是挺城市 这家店挺城市 告诉你 这是秋天没卖完的 现在种 就是给大家提醒 这种啊 咱们来 它又露出来了 我不小心看 这种还能种吗 老实说 这种是可以种的 可以 这种种下去 今年还能开花吗 够呛 很难 我觉得 有希望 有希望 有的朋友说了 它是在秋天买的 忘了种了 你看这 冤不冤 在秋天买的忘了种了 春天种下去 一样能发芽 一样有机会 开花 但是开花的机会 非常低 就看你的运气了 看它的状态了 从这个省了价钱来看 省了三分之一的钱 是原来原价的三分之二的钱 比如像这个吧 但是它能开出来的花 可能不到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你看上这个便宜 实际上贵很多 比你去年买贵很多 我的经验呢 就是你买原价的 刚上价的植物 求根 求根植物 是最 性价比最高的 我们现在看的是 去年秋天 现在是冬末 去年秋天剩下的植物 买还是有机会 有机会开花 但是呢 我前两天在另外一家店里 都看到的 求根植物 是去年春天的植物 也就是说放了一年 在销售 那种啊 那种 我就提醒你了 我提醒你啊 三丝后买 真的不值得 买一年前的植物 好了 你对这种过了季的 打折植物 求根 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 品牌 今天的词